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跟排骨相同 也是大约800克 去掉外皮 切成一寸左右的块 把排骨放入锅里 加清水 没过排骨 开大火 飞水 烧一壶开水 准备炖排骨用 排骨煮出血沫后 直接捞进高压锅内锅里 把锅底擦干净 放进高压锅 加入约一升开水 水量能盖住排骨 加入约一茶匙白胡椒粉 两汤匙料酒 加葱段和姜片 最后加入西瓜皮 盖上锅盖 设好减压盘 选煮汤的三十分钟 排骨煮好后 用半个柠檬几只 切一点葱花 剪两只九层塔 打开锅盖看看 煮了半个小时的西瓜皮 并不像冬瓜那样软烂 西瓜皮块通体透明 红绿相间 撒上葱花 放上九层塔叶子 加点柠檬汁 撒点盐调味 搅和一下 尝一口 嗯 又鲜又香 好喝 尝尝西瓜皮 吸满了排骨汤 真的很好吃 跟冬瓜不同的是 西瓜皮在嘎呀锅里炖了半个小时 还是成形的样子 喜欢吃面的朋友 看见排骨汤总忍不住要下锅面 用西瓜皮排骨汤做碗汤面 味道也真的不错 喜欢这个视频 请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观看 下次再见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